好 还要看到台湾九合一大选 面对各县市的投票所长长的人龙 即使开票了还在排队的情况 民进党的美西党部认为 这不只是选民意识崛起 还有多达十项的公投项目是值得肯定的 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 用冬奥 用一个运动会来看人民 如果有关台湾国民的 或者是代表台湾的名字 来投票会有什么结果 然后会有什么反对的声音来反对 从反空污 乙和养绿到婚姻平权 十项公投提案都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其中又以前奥运国手继政所提出的 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 更是受到重度关切的项目之一 民进党美西党部认为 一直以来 台湾在国际级的运动赛事上 都受到证明之苦 因此希望可以借由这次公投 呼吁选民让优秀的运动员们 能以台湾之名登上国际舞台 中文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